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当我订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说诚实的意思 不一定是老实 很多人以为老实 当然也有这个意思 但是也包括了正直的意思 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 正直清洁 Pure and full of integrity Upright 所以各位问 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 各位 我们都知道神一直用祂的话语光照我们 所以每当我们领受神的话的时候 神的话语就像光一样 照耀我们的心 那这个光进来我们这个黑暗的心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见我们里面种种有污秽的地方 我们看到我们的贪心 我们的比较 我们的妒忌 我们很多很多的私心不可爱的地方 对不对 我们都看到这些的时候 那时候感觉到很不舒服 我们感觉到很赤裸 对吗 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反应 有一些人他们就隐藏起来 那时候他们就马上就是变得假冒为善 因为看到自己里面太多污秽的地方 所以弟兄姐妹之间有一点虚假 假冒为善 做牧师的也不要让弟兄姐妹看到自己里面的动机 里面很多丑陋 污秽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隐藏起来 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反应 就是当神的话照耀我们的时候 我们诚实起来 对 我们变得诚实 我们在主的面前 我们敞开心 我们祷告主啊 的确如此 你是荣耀的 我是羞愧的 你是丰盛的 我是常常感觉到缺乏的 你是圣洁的 我是污秽的 所以很多时候 有一些人他们听到神的话 那话语的光照 照耀他的心的时候呢 那他就诚实起来 各位 当你在神面前 你诚实起来的时候呢 你也会对自己诚实起来 各位 这句话你们要好好思想 那各位 对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吗 你真的很认识你自己吗 你在神面前是怎样的一个人 怎样的一个体制 你的生命的光景是怎样 你的灵命的程度是怎样 那你很清楚知道 那很清楚知道的人呢 他在神的面前祈求的东西呢 就非常合一了 因为他会祈求的东西都是 他自己知道他需要的 我今天在教会里面看到 很多人他们并不是很诚实 首先对神不诚实 后来对自己的心也不诚实 所以他们在神面前祈求的东西 有时候我在教会 就看有一些弟兄姐妹 主啊 给我一份好的工作 好的薪资 让我的投资能够赚钱 所以我就能够服侍你 或者我能够奉献给你 各位 他们就这样祷告了 好像理直气壮的 也觉得当之无愧的 这样祈求 但是其实他多深思的话 他知道他的生命 还没有度过钱财这一关 所以很多时候 因钱财物质的东西会被绊倒 但是他就这样祈求 给我多一点 所以我能够奉献 所以这个就是不诚实了 这个就好像一个孩子 跟他爸爸说 爸爸 你给我买一副手机 然后我要用那个手机来读书 我用那个手机来读故事书 爸爸一看到他就知道 就笑了 真的是自欺了 好不如你说你买一副手机 是你要来玩 打游戏 我要用来读书还是什么 他不认识自己 或者也可以说 他对自己不诚实 各位知道吗 我们常常会看见 很多的人 就是在这方面 他们没有像神怀着 怀着很诚实 正直 清洁的心 但是有些人听到这里就说 上帝为什么这样刻薄 给我多一点的钱 我只是要多一点点 多一点点的物质 或者多一点成功 或者我在这个世界上 我只想多一点意义 活着的时候 难道神都不能给我吗 各位你要知道 神爱你 神比所有的人 包括你自己都认识你 所以神一定有定了他的时间 跟他的方法来祝福你 所以我们要明白 当我们说 主啊 你有一切的主权 我的生命交给你 让你来决定 我的生死祸福 我的得失 我在这个地上的 一切的衣食住行 或者我的人际关系 或者我的成败 很多时候 主啊 我交给你 我知道 你做事 凡事都有定时 对不对 我们这样祷告 我们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对自己的心很诚实 我们知道 主啊 你认识我们 甚至多于我们认识我们自己 有时我们自己都对自己不诚实了 所以主 你认识我们 你是我们的主 那你来决定 你在你的时间 你的安排之下 来祝福我 提升我 对不对 加添给我 那就活在这个里面 我非常的平安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一个诚实的生命 所以我再讲一遍 当神的话 神的话 神的道就好像光 照明我们心中的黑暗 那人被照明之后呢 他诚实起来 那所以呢 他对神诚实 对人 人的关系 对人也会诚实 对人的爱 没有虚假 没有假冒为善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各位 这是多么美好的生命啊 其实一个人的灵命 的提升 就是在这个方面 正值 诚实起来 有时候我去宣教的时候呢 比如说到一个新的宣教场地 见到一群弟兄姐妹 那通常呢 我看的第一样东西呢 其实不是外在的 有时候呢 可能 有些人是会 是像牧师来的时候 有一个群体 盼望给牧师看到 我们是很热忱 或者说 我们很会背圣经 我们祷告很流利 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 我看的东西 我看的是 这个团体 这群弟兄姐妹 或者这个教会 他们之间 有没有一个诚实的心灵 对神 也对彼此 当然 读经方面 有一些人还有欠缺 有一些品德方面 为人处事方面 还有欠缺 也是有 但是他们 彼此之间的那个诚实 每次领受了神的话之后 被神的话光照 然后在这个 这个地方 他们觉悟 靠主 然后天天跟学习 彼此相爱 这样的生命 我看重的是这一个 不是那种 好像只有外表 好像给牧师一个好印象 然后彼此之间 好像牧师来的时候 很相爱 那这样的话 牧师走了之后 必定会吵架 勾心斗脚的事情 就会发生 所以各位会了解 我现在在讲一个 诚实的观点 我们在神面前 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可能我们还有不够的地方 信心软弱的地方 但是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在这个方面 我今天给各位一起读一处经文 好吗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翻到真言 各位 我们看真言书 好不好 真言第30章 我们翻到30章 我记得我主日 也有略略读到这边的经文 但是我们来看30章第7节 好吗 第7节 我们先看第7节 好不好 第7节呢 这里 我主日也读过这处经文 第7节这里说 我求你两件事 在我未死之先 不要不赐给我 各位这句话 我们一起来思想 这个诗人 智慧人 智慧者 他说 我在主面前求两件事 各位 人的灵命 跟他祈求的东西有关系的 有一些人是胡乱的祈求 随便的祈求 夸张的祈求 没有根基的祈求 有一些人是带着很诚实的心 在神面前祈求 然后他第一句话说什么 在我未死之先 不要不赐给我 为什么要未死之先呢 因为他死了之后 对他没有益处 对他没有益处了 他得力也没有用了 对不对 或者 另外一个意思 有可能就是 因为他活在肉身的时候 他很容易掉入 某一些的试探 某一些的陷阱 所以 他向主 祈求说 主啊 在我还没有离世之前 不要让我在这方面跌倒 也有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这两件事情 他求什么 第一 他求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刚才我就说了 今天的主题是诚实 你们看 第一个向主求的 主啊 让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然后第二 使我也不贫穷 也不富足 这是讲到财物 或者物质方面的东西 赐给我虚用的饮食 恐怕我饱足 不认你说 耶和华是谁呢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 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各位 这里 第一 讲到什么 讲到 虚假和谎言 第二 讲到什么 讲到物质方面 我们一生拥有的物质 各位知道吗 其实我们人 活在神的面前 我们的一生 其实就是 包括这两个东西了 我们人在神面前的责任 是什么 第一 我们内里的诚实 这是里面的那个生命来的 还有第二就是 我们一切所拥有的那个物质 这个两样 我们都要向神负责的 你们知道吗 所以在这两样东西 这个智慧者说 上帝啊 这两方面 不要让我跌倒 这两方面 我向你祈求 让我能够有无愧的良心 能够来面对你 里面的诚实 还有什么 我们一切所有的物质 不会因这些物质 来跌倒 如果 你在这个两方面 有这样祈求的话 那你是相当诚实的 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两样祷告 盼望 今天也成为你们的祷告 第一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各位 圣经所讲的虚假 不是那种一般人 天天就说谎 讲骗话呢 好像比如说 以前我的母亲去巴萨的时候 拿她回来的时候 这个人卖菜不诚实 这个人明明跟他买500克 他算我一公斤的价格 圣经不是在讲这种说谎 当然这种说谎也包括在其中 但是圣经所讲的那个虚假 谎言呢 要指的是 一个人 否认神的真理 或者他 扭曲神的真理 因为神的真理 神的道 是绝对 可靠 无物的真理 你不能把它加上 或者剪掉 人按照自己的意思 要扭曲它 来符合自己的意思 自己的需要 错了 各位 其实那就是虚假中的虚假 各位知道吗 我们一起看 你们翻回去地 如果翻回去 为什么牧师这样讲呢 你们翻回去第五节 刚才我们读第七节 对不对 我们出第五节 你就会知道我的意思了 第五节这里说 神的言语 句句都是炼净的 炼净的意思是什么 英文有些翻译是 真实的 纯正的 flawless 没有瑕疵的 经得起时间 历史 情况 背景 文化的考验 不像这个世界的科学 还是什么 一下子说这个 一下子说那个 比如说现在 新冠病毒来的时候 有些人 医生开始说 有症状的时候 才会传染 忽然一下子又说 现在很危险 没有症状的时候 也会传染 那到底是怎样呢 所以连科学 这么理性的 这么符合逻辑 都会改变的 但是只有神的话 是绝对可靠 绝对不改变的 所以这里说 神的话语 句句都是炼净 所以怎样 投靠祂的 祂便做 他们的盾牌 然后第六节说 祂的言语 你不可加添 恐怕他责备你 你就显为 怎么 说谎言的 各位有没有发现 在这里很清楚讲到 所以当我们讲 你是一个虚假 你是谎言的人 其实有些人 他们讲话外面 我头头是道 但是你看到 他的心里面 他对神的话 的那种心态 他是不接受的 随便读的 参考就好的 没有把神的话的可靠性 绝对性放在心中 你读的时候 说谎 所以你会知道 牧师最讨厌的东西 就是什么 扭曲福音的 在福音上帝 完整的福音里面 要加上的 每次我说到 好像这种成功神学的东西 我真的很讨厌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 已经是最成功 最荣耀的 为什么还要加上 某一些的条件 加上你有这些成功 你有一些物质 你才算是 成功的 能够证明 上帝与你同在 那这个已经不对了 为什么你要说 我没有钱 我贫穷 我不能荣耀主 我疾病的时候 我不能荣耀主 上帝如果与你同在的话 不管你在这样的境况 这样的处境里面 你都能够见证 他的恩典 各位 这是应该 确确实实的 神的道士 讲这个东西的 但是为什么 人把它扭曲呢 因为讨人的欢心 要得人的认可 要得地上的益处 所以有一些传道人 他们是 以敬钱来得利 对不对 保罗是这样讲 因为敬钱 讲神的话 背经文 很敬钱的样子 然后得到 有一些利益 一些益处 所以这个就是 当代教会 也历史历代的教会 一直受侵略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 神的道 所以人的意思 影响了讲台的信息 影响了真理的宣讲 影响了 所以加上很多人的 所以变成什么 社会福音 欠缺福音 什么各种的福音 这些 但是就是失去 那个纯净度 所以为什么 他们要加上呢 我再讲一遍 其实 他们里面有虚谎的 他们不是要遵行神的 他们为了遵行自己 所以各位 有时候你听牧师 讲道的时候 你要小心 有些人的耳朵 就是有一个 虚假的耳朵 这个耳朵 听有一些道的时候 可以接受 有一些道是完全观上 尤其是那些道 他很挣扎 他做不到的 比如讲到夫妇生活的 夫妇特别软弱 夫妇生活软弱 管理钱财的 他什么都好 只有钱财这关不能过 这个耳朵就关起来 然后不能听这方面的道 然后其他的 上帝祝福他的 或者哪一方面 他做得到的 阿们 就是很接受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虚假的耳朵 各位 有些人听 朱牧师讲道的时候 朱牧师讲的这个东西 很赞同 很合乎我的情况 朱牧师真是神的仆人 等一下听到 朱牧师讲的东西 不合乎 自己的意思的时候 朱牧师也是人 就讲这句话 所以他也不是神 他是人 他也不知道 每一样事情 所以我现在 不是说我 问题是你 你在听道的时候 你有没有问 你带着怎样的心 所以这个智慧者 智慧中的智慧 他向神求的 第一样东西就是 朱啊 除去我心中的虚假 让这个虚假远离我 可能我会软弱 可能我会信心不够 但是不要让虚假的那个心灵 让谎言在这个心 继续产生 感谢主 如果你能够这样祷告的话 你真是有福的 你真的是喜爱上帝 喜爱上帝 喜爱神的话 喜爱真理 忠于真理的人 我盼望我们都成为 有这样的信徒 然后另外 这样的人 各位注意看 另外一样祷告 他说什么 他另外 他说 讲到物质的东西 就是物质方面 怎样呢 我再读一遍 对不对 他说 使我也不贫穷 也不富足 为什么呢 因为他富足之后 太饱足了 然后就怎样 否认主 不靠主 或者他太贫穷了 什么都没有 然后他就埋怨 好像歇度上帝 主啊 你没有祝福我 我信靠你这么久 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不要让自己 进到这样的光景 各位 你们想想看 为什么这个智慧者 他说这样的话 为什么他要这样祈求呢 其实各位 他是很认识自己的人 他是对自己很诚实的 他知道我们人 是很容易走离的 走偏离的 我们人是一刹那之间 我们的感觉改变 我们的眼光改变 我们的心改变 所以刚刚条件好一点的时候 然后以为自己条件好 我要怎样荣耀 但是后来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的时候 慢慢人都好像不靠主 不靠主 靠手中的财物 靠聪明 靠自己的好条件 然后慢慢条件 情况越来越不好的时候 明明说 主啊不管我怎样 经过死云的忧谷 你与我同在 感谢主 明明是这样的心态 但是条件不好的时候 埋怨 主啊你在哪里 你没有帮助我 有这样的心态 又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对自己很诚实 他认识自己 所以他向主求 主啊 我是这么容易改变的人 所以按照你的旨意 如果你觉得你多给我 我不会跌倒 你才给我 主啊 如果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如果我有信心 没有关系 如果你知道我会跌倒的话 求你也不要把我陷入 这样的试炼 这样的试探当中 所以这样的人 他得蒙神的喜悦 为什么 因为他认识自己的心 所以他向主很诚实 各位 我这样讲 我这样 我其实以前 就开始带领教会 的时候呢 我就其实 从一开始 最教我赞叹 也教我 做一个传道人 在主面前战战兢兢的就是 我知道 神是 神的话是真的是大而可畏的 每次真的确认 传讲神的话的时候 我就越看见自己的渺小 自己的不够 所以 有一天我做传道人 我跟主说 主啊 其实 我在你面前 我不求 什么 伟大的事工 我们教会 成为 几千人 几万人 主啊 如果 我真的怕 我这个心 如果人在下面 很多人对我要求 什么 或者示范 我牧师 你应该这样 那个声音越来越多 我不能承受 主啊 如果你知道 我是不能承受 你不要给我们教会 就这样多人 其实 我也知道 我自己是很软弱的 但是主啊 也不要让我们教会 少到我们的 各方面都不够 要做一个 很普通的施工 要做传福音的工作 连这个都不够 主啊 我向你这样祈求 你认识你的仆人 是你呼召你的仆人 那你自己来带领我 所以我这样祷告的时候 我心里很平安 我知道 我不像 我不是要追求 很多那种 让我们宣告 上帝要祝福这个教会 明年就是一千人 一千五百人 No 我从来不认同 这样是上帝叫我们 祈求的东西 我们人能够担当 能够承受的 神都知道 那为什么要好高骛远 反而我们在神面前 很诚实 看自己的心境 我们都会知道的 我们动不动受试探的 所以 主啊 如果你给我 你要多加添你的恩典 心里的恩典 心里的那个圣洁 要加给我 要我能够承受 你少给我 也要心里的恩典 要足够能够承受 对不对 恩赐多了 之后呢 主啊 叫我不骄傲 恩赐少了 也叫我不要灰心 所以主啊 连恩赐这个东西 你来决定 对我最好 对教会最好 主 你加给我 连我教导孩子也一样 对不对 如果 孩子呢 有时候我看 有很多传道人 孩子样样都好 品学兼优各方面 我会说 主啊 你让这个传道人的孩子 品学兼优各样样都好 成为一个好见证 别人也羡慕 也未来信耶稣 但是呢 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呢 你孩子好的 慢慢你就变得很骄傲 我孩子不用养的 知道他们很乖的 就变得很骄傲 对不对 但是如果孩子太多的问题的时候 你有很灰心 在服侍当中灰心 所以主啊 你自己来断定 对不对 所以我每次这样祷告 主啊 我的条件 甚至每年每年提升提升 一点点 一点 这都是在你的恩典里面 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在你的面前 我祈求的东西是什么 不是这个地上多好 也不是多糟 对不对 就是以你所看为好的 看为美的 你来定 这样向神祷告 为什么这样祷告呢 因为你看中你的心 能够敬虔爱主 敬虔依靠主 那关注你的心灵的圣洁的人 是真的神所喜悦的人 你是合神心意的人 所以你一生在神面前 真的是受到神的保护 所以今天这个信息很简单 讲到一个人的诚实的东西 在神面前做一个诚实的人 你对自己也很诚实 知道自己的生命的程度 然后你向主求的也很诚实 然后你对人也是 在跟人之间的关系 那个爱里面没有虚假 也是很诚实的生命 那这样的生命呢 合神心意 被神使用 盼望我们生命堂的弟兄姐妹 在听牧师今天这篇道的时候呢 要多多的反思 这个道其实听起来 好像理性方面是容易理解 但是你要用心灵来确认 真的在神面前 成为一个诚实无过的人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今天 主用主的道教导 劝勉 给我们这个非常 切实 也相关的信息 尤其是我们活在 现在这个时代 人人都虚假 在网上 文化 兴起来的时候 人在网络上是 一个样子 真人又是另一个样子 人在人前的时候 又一个样子 在人背后又一个样子 主我们相信 我们每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是 完美的 或者没有过犯的 我们都有跌倒的 但是主啊 每次应征你的道 我们听了 明白了 看见主的爱 光照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向你 坦然无惧 我们能够 很坦然地 面对你的时候 也能坦然地 面对人 甚至在我们的软弱里面 我们能够继续 仰望主的怜悯 主的恩典 一天比一天 心事一天 恩上加恩 求主祝福我们 等一下我们的这个 forum里面 我们一起分成小组 让我们也能够 谈成相对 在你的道上 在你的道的根基上 我们怎样分享 彼此勉励劝 让我们个人看 别人比自己强 自己不要自欺高大 也自己也清楚知道 自己需要众人的 带导的地方 求主在这个地方 多多祝福恩高 一致我们 感谢主 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 阿们